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人便很容易疏远 虽然两个人每天都生活在一套房子里 但是彼此的心已经分开了 那么婚姻也就不会幸福了 中年夫妻一般都会经历这些 年轻的时候恨不得天天粘在一起 彼此都离不开对方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刚开始的爱情已经渐渐不复存在了 夫妻之间的感情已经变成了亲情 男人忙于事业 女人忙于家庭 夫妻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 甚至后来发展到分房睡的地步 一般经历过的女人是很有感想的 时色性也 对于女人来说 越是到了30岁以后 对夫妻生活就越有需求 甚至比20多岁的时候需求会大一些 这样的情况下 夫妻分床睡后 女人怎么去解决生理的需要 听一些过来人发出的声音 一丁姐31岁 说起来还是很难 启齿的 我和丈夫分床睡是因为孩子 我们家两个孩子 如果四个人睡一张床太急了 冬天还好一点 挤着睡还暖和 到了夏天 挤着睡很不舒服 大家休息不好 第二天的工作都会受影响 最后没办法 孩子太小 我们就只能分开睡了 刚开始确实有点不太习惯 以前就是急一点 每天睡在一起都习惯了 而且那个时候 两个人夫妻生活也会多一些 突然就分开了 不在一起睡 就很不习惯了 只能等孩子睡着后 我就会给丈夫发信息聊天 就像是年轻人谈恋爱 如果想过夫妻生活的时候 我就直接跟他说 让他来我的房间里来找我 感觉还是可以的 比以前的次数明显少了 但是夫妻生活还是依旧很和谐 二张姐38岁 丈夫到了这个年龄 工作的压力太大了 每天回来就会很疲惫 吃完就睡 有时候都不去洗澡 我特别讨厌 跟他沟通了几次 没有什么效果 自己拿着被子去另一个房间睡了 这样很影响我们感情的沟通 有的时候想跟他说话话 看着他的表情就懒得说了 时间久了 谁都跟谁没有话说了 跟朋友在一起聊天 人家都好好的 可是我们就像是凑合过日子一样 他也不好好的关心我 我也不想去跟他说话 真的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夫妻生活更是不要想了 有的时候 真有忍不住的时候 我也会主动的去找他 他总是跟我说太累了 一点也没有兴趣 夫妻生活总是得不到回应 得不到满足 我是个女人 我需要关爱 所以我就选择了出轨 因为没有夫妻生活的日子太煎熬了 我每周都会出去一两次 丈夫也不会问为什么 但是这个事情总是瞒不住的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三 杨女士 四十七岁 四十岁的男人是正当好年华 当然也很有魅力 而且到了这个年龄的女人 已经风采不在了 俗话说的豆腐渣的年龄了 生活了几十年的夫妻 其实已经是审美疲劳了 也很容易彼此嫌弃 我们夫妻就是这样的婚姻 以前对我很好的她 居然出轨了 知道了这些以后 我们就分开睡了 一直到现在也好多年了 不管自己有多想过夫妻生活 但我也不会找她 我总是过不了心里的坎儿 总会想起她跟别的女人的画面 当初我也是为了孩子和家庭 我才没有跟她离婚 她知道错了以后 一味地去讨好我 但是我实在是一点也不想回应她 但是突然她强行跟我过了一次 我的思想包袱就放下了 生活还得继续 虽然还是分房睡 但是彼此有需要的时候 就会在一起 其实从上边这些过来人的口中 看出来夫妻分房睡的原因有很多种 但是要是彼此之间还有感情 都非常在意对方的感受的话 就算是分房睡后 夫妻生活还是很和谐的 但是如果在双方有矛盾的时候 或者感情平淡的时候 一旦分房睡就特别容易导致一方出轨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夫妻之间还是不要分房睡 否则迟早会走上离婚的道路 毕竟以后要陪你一生的 只会是你的伴侣 孩子以后都会有自己的生活 夫妻之间还是要彼此包容 要学会经营自己的婚姻 不要让两个人渐行渐远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